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家长都会很忙地帮他们准备书本 他们可能在开学之前也有很多学校的活动 让他们去参与 让他们熟悉环境 尤其是一年班的同学或者中一的同学 但偏偏在这一短短一个星期至十日期间 我想大家看报纸都看到 有一位中五的同学 在一间港岛区中半山的名校 他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自杀 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同学 又是很成绩优异 经过排除曼南 正所谓现在真的入读大学 不是一个这么容易的事 都被他进入了 我猜是应该选了他自己喜欢的科目 进入大学 但偏偏在未开学之前 他也选择了走上一条不归路 在这两件事件里面的而且确令到一些家长 我想大部分家长看到这些消息 都会觉得很痛心 为何一些小朋友 他们会采取一个这么消极的方法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真的在报章里面看到的资料 就是说其实家长都很恶意 为何会是这样的呢 在早前我想大家也看到 这一位就是一个中五的学生 中学的学生 一位就是一个准备入大学 我们都可以叫他是大学的同学 为何都会同时间这样 不是好像现在我们现有的教育 说勇于承担 为何他们会 从五的同学 就是说他对未来的回考 就是中六第一次的考试 他有一个忧心 所以形成了一个压力 大学那位同学 他也说是因为 可能参与学校的一些活动 带给他们的压力 为何小朋友 那么难面对一些压力 好了 我们又再看以前的一个报道 就是小学 我想大家在网站 流传得很广泛 就是那位小朋友 叫小学鸡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可以是完全不尊重父母 在一个商场里面大吵大闹 除非他真的有一些病情 令到他自己是这样 如果否则的话 我们是否做父母 在教育方面 是否出了问题 除了我们的父母 是否社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否整个价值观已经改变了 现在真的在说 我估计不是 在说是80后 现在经常都说80后出了问题 90后偏激 或者那些2000年那些又跟着 但我估计是否 大家应该真的要想一想 其实这些80后90后 都由我们50后60后70后 去教他们出来的 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出了问题 还是社会出了问题 还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你看到我们的教育 正正在这几年间里面 是变化很大 推出了很多新的政策 令到父母、老师和同学 都感到压力很大 早前也有老师自杀 为什么现在会是这样的呢? 价值观为什么会完全改变呢? 以往我们都要经过一个成长阶段 才去到我们这样的年纪 但我们那时 真的我都跟一班 跟我这样的年纪的朋友聊了 我们那时真的不会想到去自杀 那为什么呢? 是不是那时候反而社会比较纯真一点 就因为妈妈在家 看着小朋友 就算生五六个 一般来说五六个很平常 四个都真的 很多家庭都是这么多 小朋友 是不是那时候真的有商有梁 兄弟姊妹间 是不是真的父母 就是父亲就出去做事 母亲在身边的亲子时间 其实真的很影响小朋友成长的价值观呢? 但是环顾现在呢 我自己亲眼看到的呢 真的试过两次了 是我自己亲眼看着 有一次呢 我就搭一辆巴士 就入北角 就一路上去这个中本山的 那么在过程里面 连塞车连成的 真的有九个字的时间 但是呢 我是看到个妈妈呢 是不停地在那里说电话 跟别人说电话 是不停地在那里说 那么小朋友呢 就拿着iPhone 就是不停地在那里打机 是零沟通的 两母子 是完全零沟通的 在九个字里面 那么 所以有时我们又想起 咦? 亲子时间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就正正缺乏了亲子时间 那么他真的和小朋友一起 坐在巴士里面 但是零沟通 因为各有各 用现在最先进的一些科技上的东西 和他自己生活圈子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妈妈可能和他的朋友 小朋友就是对着那部机 那么这些不是因为 那个时代改变了 而令到小朋友 根本在他的思维里面 他不会觉得是会和父母沟通 他可能是和那部机 可能和他自己一些的朋友 因为大家都明白大家的语调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真的有一次我去喝茶 在旁边一台 就有些大人 有些小朋友 每个小朋友的手 都是放下面桌底 头就倒下 来到有食物 父母说吃吧 他其实就用一个筷子 搅拌 不知搅拌什么 随便搅拌一些东西 放在口中 然后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们 我留意了他们很久 原来几个小朋友坐在那里 不是聊天 原来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那部机 就去沟通 我们又觉得 这个又是另外一样的教育 为什么我们可以容许小朋友 科技先着绝对是好的 带给我们生活上很多很多的方便和知识 但是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现在看到报章上面 很多小朋友 选择一条不归路 问回父母 父母是说 反应很自然就是 不知为什么 为什么会不知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跟他沟通 不知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 可能知都是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 大多数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很不幸 在我自己的朋友里面 真的有两位 亦都是经历过这些 那么惨痛的经验 一位呢 就是那个女儿 就是中二 好像中一声中二 也是选择了这条路 她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这一分钟 她都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朋友 又是个儿子 又是选择过这样的路 也都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这一分钟 也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子 父母是否在这段 那么痛苦的时间里面 不知道为什么呢 是令到她更加痛苦 再痛苦 就是苦上加苦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呢 真的在这些事件里面 不停地发生的事件 我们不能事而不见 做父母 就是应该要明白 亲子真的要有个沟通 这个沟通和那个时间 真的要重质 量都要的 其实有些专家说 每日十几分钟至半个钟 我觉得真的不够 在半个钟头里面 你可以谈到些什么呢 真的不要开了个电视 谈哦 如果不是就是谈电视里面的节目 所以呢 在今天 今次的书展 反而一些的亲子教育的书籍 如何装备自己做一个能够 可以和小朋友沟通的父母 明白小朋友的那个 发展的路向的一些书籍 是比较好畅销 其实显影到很多家长 其实是真的知道的问题在 而是想去解决的 更加现在好了 学校开了门 让家长进去参与同学的生活 无论小学、幼稚园、中学 都已经有了 不过只差大学没有 其实家长是否应该真的 很利用这些机会 也很好的 他真的要了解一下小朋友 其实我都知道有些家长很进取 他譬如说有一些课程 是研究九种人格的 其实他都去读的了 为什么呢 他就是想了解自己的小朋友 不要说生儿子一定知道 儿子心肝 未必一定是 很多父母其实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教 所以教错了 所以有些父母都很积极 去参与上班 去学习 九型人格 我小朋友是属于哪个人格 就算现在很多时候生一个小朋友 有些生两个 甚至有些很勇敢 生三个 其实三个可能是完全不同性格的 其实他都很积极地去学习 希望了解小朋友的性格 从而是对症下药 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去教小朋友 其实这些父母我都很敬佩他们 现在的小朋友 我发觉从理财开始 所以有些讲座也有理财 小朋友很小小的 妈妈告诉他们 我没有钱 去禁吧 银行 要是拿一张咳嘴 其实完全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财 财政或者生活上的需要 有没有什么需要 这些价值观 所以其实有时对一些大的小朋友来说 譬如去到中学 其实父母是可以和他们分担一些家庭上的东西 让他们有机会去参与家庭的事务 其实这一件事 我在一些教堂里面都听到 其实我觉得很认同 我觉得很对 因为小朋友 他都是家庭的一份子 为什么不可以呢 正正就是因为 现在的竞争很大 他们面对很大的压力 同样我们大人都竞争很大 都面对很多生活上的压力 大家会互相扶持 大家会互相照顾 很可能从而 令到他有一个习惯 他会回来跟你聊天 他不开心 如果开心 他都跟你分享 这个其实是真是很重要 我觉得 在我自己的 臭小朋友的经历里面 我觉得真是需要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是大家 各位家长 是应该要去正视 以前我自己不懂 很多东西我不知道 所以我会参与一些研讨会 去学习一下别人 分享一下别人的一些经验 在这里我亦都借这个机会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即将我们公民党都会有一个 关于港骸的出路 一个研讨会 都是我们的地区发展主任 是我们公民党南区 港岛南区地区发展主任 郭榮鏗先生 他去安排的 我亦都很高兴 请到港骸的出路的作者 王明乐 来到亲自主港 都和我们家长分享一下 究竟 现在为什么小朋友会是这样的呢 是父母的责任 还是小朋友的责任 还是教育制度出错呢 现在尤其是面对这个 即将推行这么多 这么多种的教育改革 我们时时都要孩子 是有创意有见识 在港骸是否要找一条出路呢 以及如何去面对挑战呢 是否家长陪同他们一起去面对挑战呢 还是他们自己去面对挑战就可以呢 家长在这方面的角色应该是如何 才能令到我们的小朋友 条路好走一些 这些种种的问题 都会在研讨会里面 跟大家去分享 我都很呼吁大家 如果有时间的 即是踊跃出席 日期就是9月7日 夜晚7点半至9点钟 在这个南区 香港岛的南区 海宜半岛社区中心 一楼的礼堂 如果大家想知道 再多一点的详程 和想报名的话 请你详程 你可以参考公民党的网页 如果是报名的 就是denisforsouthhorizon atgmail.com 如果是留位的 可以SMS去到6606-4505 希望大家能够参与一些的研讨会 拿一些的资料回家 细心过累过 有用的处起它 我亦都希望各位家长的小朋友 都快乐成长 开心心 装备自己 面对未来的挑战 OK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好 拜拜 好非换 ό enfim 近的地方 朱古 其友